华尔街见闻 距离大年初一还有几小时 你过年走亲访友的礼物买好了吗 在外打拼了一年的年轻人 面对春节 内心喜忧参半 开心的是 有些人已经多年没回老家过年 想念家乡 想念爸妈 想念一家人 聚在一起 吃顿热乎乎的饭 担心的是 近乡情窃 一想到要给爸妈和亲戚们置办礼物 脱感压力 给家人亲戚送礼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仅钱包被掏空 还要费尽心思 好好准备一番 年前 走亲戚 花了1500买年货的话题 登上微博热搜 有网友分享 自己结婚第一年 给各家亲戚准备的年货 红包 加起来 花费近万元 再扣除 从亲戚手里收到的红包金额 倒亏1500元左右 评论区里 多数网友认为 走亲戚买年货 只花1500元 其实并不算多 过年花费数万 花去一个月工资的 大有人在 随着年龄增长 年轻人逐渐发现自己 不仅需要给父母送礼 还需要代表父母 给亲戚送礼 而过年如何送礼 实在是一门学问 太贵重或太实在 都不是最佳答案 亲戚的亲戚远近 和家族地位 也会影响礼物的选择 更多时候 送出去的礼 不仅可能面临 没送到点子上 被对方闲置的问题 还可能会被亲戚 与同辈送的礼 进行比较 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不可撼动 在这样的节日里 晚辈通过送礼 表达心意 联络感情 无可厚非 只是送礼不该成为 人情枷锁和形式主义 互相之间的沟通 理解和体谅 才是最好的方式 烧闲烧脑 年轻人难逃过年送礼 每逢过年 年轻人总被同一个问题难倒 该给爸妈和亲戚们 送什么礼物呢 送礼本就考验心意 春节送礼 更是一场情商和财力的 双重大考 而且这张答卷 还不得不交 在广州工作 已经有两年 没回老家过年的安文 一边抢车票 一边买年货 这是他第一年 给亲戚们准备礼物 买什么 买多少 买给谁 每个环节都是难题 最终 他定下了一个思路 买自己老家没有的 亲戚们 没尝过的食品 他先是从广州回济南 在赛艺家中过渡一晚 一开始 只准备了烧额礼盒 和公司发的年货礼盒 觉得有点少 就又准备了 广州当地经典 小吃鸡彩饼 和花生苏克一盒 以及当地的一款茶叶 价格从25元半斤 到100元半斤 有好几个价位档 最后选了 有红色礼带 中档65元半斤的一款 安文为亲戚 购买了广州点心 晚上睡觉前 他越想越觉得 还是不合适 如果三姨过年 去舅舅家串门 说这是自己 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 舅舅会觉得 自己被怠慢了 为了不厚此薄比 他分别给舅舅大姨 三姨四姨小姨五个亲戚家 各准备了一盒茶叶 一盒鸡仔饼 一盒花生酥 一共花了640元 加上五盒烧鹅礼盒 1290元 花了近2000元 路上行李太多不方便 他先是将烧鹅礼盒 寄回老家 又在行李箱里 装好了五盒茶叶 五盒点心怕压碎 只能提在手里 回老家的动车上 像我这样大包小包人肉 将这些礼物 背回去的年轻人 还有不少 安文称 对双双来说 婚后第一年的 亲戚拜年礼 简直是又多又杂 他形容自己 从婚前只顾自己 美美美的小辈 变成了过年 送送送的卑微大人 买礼物的难度和花销 几乎是指数级增长 在妈妈的指导下 他列出了一份Excel表格 舅舅大姨 二姨外婆四家 小外婆和两个小舅舅三家 每家一条应中华 加两瓶海之兰 外加一箱牛奶 花费5068元 双双爱人那一边 也同样要支出5000多元 加起来花费过万 婚后回老家过春节 经济压力不小 双双解释 一方面是 每年过年都要买礼物 每家送一点 加起来花销就很多 另一方面 自己只有过年才回老家 买的东西还不能特别便宜 不然送不出手 以前年终奖都用来旅行 或置办大件电子产品 今年的年终奖 则被双双留出来 给两边亲戚送礼 以及给两边爸妈包红包 此外还要预留一部分资金 给亲戚家的孩子们包压岁钱 从工作第一年 就开始给长辈送礼的木窑 更是深知送礼的难度 这些年 他甚至总结出了一套送礼的方法论 他一般会按照亲戚关系的亲疏远近 亲戚的家族地位 辈分高低送礼 家中老人去世后 家族的西一代化世人地位最高 每年要送的礼会相对重一些 平时走动平凡的亲戚的礼 会重于一般亲戚的礼 一些曾经断绝来往后 又开始来往的亲戚 礼会更轻 长辈之外 平辈之间几乎不送礼 平辈有了下一代 上门拜年 则需要发红包 由于近几年 一些长辈去了外地儿女家 木窑现在只会准备二舅一家的礼物 基本是两瓶五粮业家 阿娇或者人参 再沥一箱牛奶 一盒水果 花费在三千元左右 因为二舅喜欢喝酒 我的表哥们收入比我高 他们还会专门收年头 很长的老酒送礼 这些年轻人的送礼花销并不算特例 据CBN Data数据显示 大众购买新年礼物的预算 集中在三千至四千元 同比上涨百分之十 其中 月收入在一万以下的消费者 新年送礼 支出占到月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为送礼一致千金 过年送礼 难在哪 临近年关 过年送礼太难了 过年送礼难倒年轻人等话题 在社交平台上 有数千万的浏览量 不少网友在评论区 互相诉苦和支招 过年送礼 为什么这么难 长辈们不习惯表达 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差异 送礼没有标准答案 就很难送到心坎上 如果送得太高端 面子有了 但不一定实用 反而容易造成压力 如果送得太实用 容易和别人送的重复 体现不出心意 将来对此深有体会 他此前给姥姥买过一条羊绒围巾 后来发现他平时还是喜欢戴头巾 方便干活 围巾只在过年围了一次 就被闲置了 此外 他还给大爷阿姨们 送过按摩仪 护肤套装等 但后来从妈妈口中得知 按摩仪因为不会用被阿姨转送别人了 平时他们也没有护肤习惯 护肤品一直在家里吃灰 礼物选不好 送礼和收礼的人两头难受 将来感叹 不能按照我们在外面工作的价值体系 去买礼物 而是要回到他们的系统里 如果礼物超出他们生活的场景 反而成了负担 送礼上脑筋 还因为送礼一般有来有往 但礼物包含感情 无法简单计算价值高低 而有些人会在送礼中 掺杂攀比性和功利性 这样容易让送礼变位 变成一种人情债 双双听妈妈提起 前年表妹结婚 给亲戚们送的礼 不如表哥早几年结婚时送的重 亲戚们对比之后颇有微词 于是提醒他准备的礼 不能比妹妹家的差 同时 因为老家的亲戚会觉得 他在大城市打拼 礼物买清了 不仅失了面子 也是在外面混得不好的表现 将来的姥姥 则会将前来拜年的晚辈 寄行排序 然后将他们送的礼物 以家庭为单位 放在隔壁房间 等到客人都走后 再和儿子商量 根据各家送礼的多少 寄行回礼 谁家送的多 回礼也要多送一点 谁家今年的礼物 比去年少 那就少回一点 为了避免尴尬 沐瑶说 会在给亲戚们送礼时 保留价钱 货送能在网上 直接查到价格或品牌的礼物 同时 价钱差不多的礼物 买盒子大的 才不会显得小气 这样的送礼环节 又虚又难熬 常年在外工作的累累解释 虚的部分是礼节繁琐 但不得不做 礼物工具属性强 一件礼物 可能会流转很多家 难熬的部分是 我过年过节 想着亲戚们 但亲戚们 好像几乎没人 对我爸妈这样上心 为了送出人类高质量礼物 送礼男的年轻人 开始上网搜索答案 不料 焦虑的送礼人 反倒给了各种种草 和测评博主恰贩的机会 据CDN Data 数据显示 短视频平台 博主的种草测评 对新年礼购买的影响巨大 74%的人 天号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收集信息 博主和品牌借过年送礼营销 几乎每一年都会出现新的送礼风向 带火一个新的送礼品类 木窑举例 近两年 越来越多人重视健康 保健铁行业 也开始借助过年送礼进行宣传 从前两年的西西兰蜂蜜 到去年的超级食物 再到今年的林虾油 价格也越来越高 在各类商家和博主的营销下 送礼这件事更加卷了 不少情感账号 还常以送礼为案例 输出人情世故的情商教育 将送礼分段位 让年轻人的送礼焦虑又多了几分 一些年轻人开始整顿送礼 年轻人为送礼发愁的背后 是越来越多90后 95后进入到挑起家中 人情来往大量的阶段 以前是自己跟着父母去送礼 发红包 现在则需要由自己代表父母去送礼 发红包 这些年 不少年轻人开始意识到 自己正逐渐成为 家里主要的对外联系的角色 这意味着自己长大 成熟了 身上的担子也重了 雷雷称 随着年轻一代开始掌管家中大事 送礼的必要性及其代表的意义 也在发生变化 送礼环节在过去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礼尚往来 形成了最初的经济流动 别人送价值100元的礼物上门 自家需要按照110元的标准 甚至更高价的礼物还回去 这中间就产生了投资回报 同时 自家给别人送礼 也会获得类似回报 资金也随着人情流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称 但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 社会保障已经比较完善 跨期融资和互相投资的功能已经弱化 过年送礼和给压岁前 更多用于巩固人际关系和亲友网络 到如今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不少年轻人远离家乡 不与父母同住 已经逐渐脱离熟人社会的圈子 建立独立的个体岛屿 当代年轻人个体意识越来越强 社交关系也在动态变化 新际关系维护的意愿和作用 大幅度降低 过年送礼 更像是人情约束 一位心理学博士告诉定交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为了满足某些世俗的期望 给自己增加过大的经济压力 得不偿失 多位受访者均表示 相比在老家工作的同辈 自己平时在外工作 跟亲戚的走动和联系很少 一年到头 也说不了两句话 见不到两字面 自己送礼 更像是在替父母一辈还人情 续交情 同时 送礼这件事 原本是表达心意 礼在前 误在后 如果送礼变得吃力不讨好 或成为机器性动作 就失去了送礼的意义 社交平台上 不少有类似心态的年轻人之间 开始互相开解 不要内耗 量力而行 大家可以商量好 互相不送不收 实际上 在一些地区 过年不收礼 不走亲戚 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风俗 在亲戚之间的互相理解下 不少人也开始用 一起吃顿饭联络感情 代替形式主义送礼背后的 无效社交 不过 这样的新风俗 目前还只在小圈子里流行 毕竟送礼习俗 在老一辈眼中 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说到底 这些年轻人 依然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 他们不是不喜欢送礼 只是不想 被没有情感的送礼所绑架 与其在过年期间 掏空钱包 绞尽脑汁 不如在日常多关心爸妈和长辈 双双就会在平时 给父母购买家中 所需的小家电和保健品 必要时补贴一些家用 看到外婆年迈耳聋 也会主动给外婆配住听器 做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而对于爱你的人来说 最好的过年礼物 就是尝回家看看 吃飞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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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是 吃飞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